立法會恢復審議財政預算撥款條例 會議開始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就要求點人數 但在15分鐘傳召人數之後 議員的人數仍然不夠總人數的一半 主席曾玉成宣布留會 有議員對留會表示失望 批評又留會又拉布 浪費公帑和時間 失望極其遺憾 今天第六日的拉布 已經浪費了市民1530萬 立法會在點算人數的時候 沒有出席的議員一共有38位 包括不在香港的方剛和田北俊 其他22人屬於建制派 泛民就有14人 而發起拉布的四名議員當中 除了人民力量的黃毓民之外 其餘三人都有出席 但社民連的梁國雄 和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就在點人數的時候離開了會議廳 他們說建制派議員 在議會佔大多數議席 應該對留會負責 你見到很多保皇黨有些核心 包括內會主席也露導 以及工聯會的榮譽主席會長也露導 王國興指責我們浪費公帑 他們自己工聯會的核心成員 今早因為沒有出席而導致留會 所以工聯會應該要三鞠躬向市民道歉 浪費公帑 拉布派的議員只有四個人 就算這四個人同時都不出席 都是無能力令到議會留會 拉布的議員是可以令議會拖牆 但是不可以令到議會留會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對再次留會感到可惜 但是指不可以限制議員在點人數的時候 離開會議廳和要求點人數 限制點人數這個是不做得到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議事規則 第十七條三 一天在的時候 我是不可以限制議員 任何人 在會議進行的時候要求點人數 所以那個是不可以改變的 曾玉成決定將下星期三的會議 提前至下星期一 而今個星期五就會和全部議員進行非正式會議 商討如何繼續處理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 曾玉成有估計按照目前的進度 不可能在今個月中完成草案辯論和表決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胡凱文報導